好萌啊,这个怎么用啊 好人那块有什么技术问题吗 我有点,听得见吗 能听见,在左上角,左上角有播放 左上角和右下角都有 我是三个屏 有有有 那你应该可以用快捷键F5我印象中 F5或者Ctrl架F5 不是,这是干啥的 哦,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播放了 但是显示在另外一个屏幕上了 呃,你们看的,能看见slice吗 可以啊,可以看见 但是是那个未播放模式的slice 哦,那那那那那我现在就是 是不是可以讲了,要录像什么的吗 呃,行,那我打开一下 你可以等到三十开始,还有两分钟 哎,行,就是就是技术问题都解决了吧 已经 没问题了,现在看着特别好 谁在唱歌吗 有 我在唱歌 没有 没有 我跟你讲,我刚才中午睡觉 然后,惊醒看到一起来4.23了 还好赶上 哈哈哈 哈哈哈 真的,4.23下,我去,赶紧给你去发条微信就进来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哎,你都得忘了 下次这种情况就在群里说一声是吧 三点半给我打个电话喊我一下是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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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先睡过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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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哈哈哈 嗯 嗯 嗯 今天想多久啊 嗯 知道啊 讲完算哈 slice20元 可以可以 大家要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吧 或者一个小时左右吧 好 OK差不多了 就交给你了随时开始 开始了 录像 开始了 大家好我是然然 然后今天聊一下 那个关系与实际的联合抽取 然后我是 一直做这个做了 一年多了 先说一下这个东西 能用来干嘛 就是 关系 它可以用来构建知识图书 然后这个是丁香园的一个知识图书 然后我们看到通风这个病 他怎么检测 然后吃什么药 然后去哪儿置 然后 这是一个一个的三元组 然后节点 节点是通风和 关节性检查 就 鼠标 鼠标在哪 通风和关节性检查 他们俩的关系是检查的关系 然后这是有相的 有相的关系 然后这是一个一个的三元组 然后我们用三元组 同时有有相和五相的是吧 五相其实可以说是 双相 对双相 OK 三元组是啥 三元组就是 你有两个实体 实体之间有连一条线 对 对 就是通风是头实体 关节性检查是尾实体 然后他们俩有一个关系 叫检查 哦 哦 sorry你说 就整个支出谱 都是由一大堆三元组拼起来的 嗯 就是一个三元组 是由一个头实体 一个尾实体 以及这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组成的 是的 嗯 好 然后他还能用来干嘛呢 可以用来做这个叫KBQA 就是我想知道 魔法上女小元的编剧是谁 然后他就会直接把 我问一下谷歌 谷歌就会告诉我 编剧是他们俩 哈哈哈 我可以告诉你是虚然玄 哈哈哈 嗯 那如果你想知道虚然玄还写过啥 嗯 怎么办 然后有一个东西叫Maggie OK 然后你们可以可以搞 你们你们现在可以玩一下 叫Maggie.com 哦 这个是不是之前很火的一个搜索引擎 哦 对对对对 然后 说轻管做得很厉害 对对对对对 这个相当酷炫 是是是 可可可 然后你可以通过 他是 他右他右边是主要学习来源 他是把这个网页去爬下来 哦 然后从这些网页里面抽出来这些描述 属性标签 嗯 嗯 然后你点一下这个标签 他还会 你还能找到其他魔法上去 哈哈哈 就是 嗯 就是支付符来来是这么用 嗯 然后进入今天的正题 今天的正题分为五个环节 首先介绍一下任务定义 然后说一下传统方法 就是在联合抽取之前大家是怎么做的 然后是三个比较现代的联合抽取思路 一个是table 一个tagging 还有一个sequence 做sequence 嗯 那先说古代怎么搞的 古代就是你三元组有关系 有实体 那就先抽实体 然后再算实体之间有什么关系 第一步做实体识别 Illinois is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对于每一个单词给它一个标签 这个Illinois的标签 就是这个S是single的意思 就是它是单独的一个 这单独一个token构成一个实体 然后GPE是 叫graphic entity 它是一个地理标志 然后unit state B是begin E是end 然后O是other 就不是实体 然后用一个非常经典的模型 就双向LSTM加球线随机场 加什么 条件随机场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哦 好的 这么一个模型 什么叫条件随机场 你如果不用条件随机场是怎么做的呢 那你就是把一句话所有标签分别分类 然后把它们的损失函数加起来 然后一块优化 也就是说你每一个token的预测 在预测端是分别预测的 但是前面是有一个统一的encoder 但是在最后一层它是分别预测的 然后LSTM随机场 它是预测整个sequence 我要求这一个序列谁是最优的 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聊过的beam search 它是比beam search更高端一些 beam search它不是全局最优 它不能保证全局最优 然后这个条件随机场它一定是全局最优 所以你用条件随机场它的优势在于什么呢 它可以避免一些比较弱智的错误 就是你看这里面其实是有规则的 就是begin后面可以接end也可以接i 就是中间的意思 可以是中间也可以是结尾 但是begin后面不能接s对吧 这个规则可以就是你用条件随机场可以把这个规则相接进去 ok 然后你做完了这个以后 做完了实体识别以后 你现在得到这些标签了 你知道谁是实体了 然后你就可以从这里边随便选出两个实体 然后我说它是头实体 它是尾实体 然后我问给定这句话和一个头实体一个尾实体 它们俩是什么关系 然后你通过一个CNN 一个全球神经网络 然后就能得到是一个locate in的关系 然后这种做法就是pipeline的做法 就先做实体识别后做关系收取 它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 就是它忽略了两个任务之间的交互 然后它的错误会从实体识别传到关系收取里面 就举个例子 如果说实体识别的准确率是90% 然后我在做关系收取的时候 我假设所有的实体是对的 然后我再去做关系收取 然后它的准确率也是90% 但你实际用的时候 你关系收取的时候 你要用你模型跑出来的实体的结果 那这样错误会成起来 然后它就那你准确率只剩81%了 是吧 这就叫error propagation 那怎么办呢 那能不能把两件事搁在一起做 我一下把实体和关系全抽出来 然后这就是关系与实体的联合收取 输入是一个句子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句子 然后输出是一列三元组 比如说这个是只有一个三元组 你也可以包括多个三元组 你把所有的三元组 这一句话里面包含的所有三元组都抽出来 这就是这个任务的定义 然后目前为止到2020年 然后大家的研究重点都在于全监督学习 对这个task还没有什么热监督无监督还没有 主要是全监督的 所有标签都是人标的 它的标签就是这个是实体 为实体受实体或者关系词 是这样吗 对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个关系是虚的 实体都是实的 都是远距离的 关系是虚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能用这个原来的located in呢 然后 这个其实 我其实只能说是这种做法是最常见的 其他也有那种 我实体甚至都不用原剧重的 我实体用那种实体链接那种 我用wikipedia里面的ID 然后你用那个 我说是不是已经结合了linking 直接反映的是uri主 对 有这种 有这种 我看过一篇这么搞的 这么搞的 他就可以直接用那个去端到端的勾进支出处 然后 你要是把这个关系这个词 你要用原剧中的located in 那就会带来一个奇异的问题 你这个是located in 那个是located in 然后 你怎么知道他们俩是一个事呢 然后 我这个只是最简单的例子 那还有更复杂的例子 我今天朋友跟我说了一个 就是有一个叫followed followed by 这么一个关系 然后它的实体可以是 windows8.1和windows10 然后可以是什么游戏 什么游戏的第5版和第6版 然后还可以是2018奥运会和2020 不是奥运会 就是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 followed by 然后它可以是这种 然后这种的话 它那个 你可能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 像located in一样的这样的词 所以为了避免奇异 大家最常用的还是这种形式 Task definition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你说 就是整体的这个model 是不是这样 就是我的input是一大堆句子 然后这些句子里面的 所有的词都有label 来说明它是为实体 头实体还是关系词 然后呢我把这些所有的 有label的词的句子 扔到我的model里面去跑 然后提取出来哪几个词可以放在一起 可以这么理解吗 你是说推断的时候吗 你说测试的时候吗 因为刚才不是提到这个是全监督学习吗 是的 所以 所以就具体的讲的话 它的input model和output 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 我觉得蓝姐说的基本差不多 我插一句的话就是 input是这个road sentences 但是注意句子中不是所有 都是entity或者relationship 就比如说我想下午三点去打篮球 这个下午三点它本身就不是一个entity 也不是一个relationship 对这个就会被label成other是吗 他要看你的task 就是一般的task的话 常见的entity有 就或者是七种或者是十种 或者有或者你感兴趣那些种 然后其他的你可以不标也可以标上others 都是可以的 对对对 你的标注是一对一对的 你的就是左边是x 右边是y x就是句子 句子上什么都没标 然后右边就是这句子里面的三言组一串 就是像我这个例子里面一样 然后你训练的时候就是左边拿左边 然后输出右边 然后让输出的那个叫外尖 然后跟那个外星看他们俩是不是一回事 然后算los ok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 那这里的话是不是这个triplet 就是这个三元组 它这个尖的这个小括号 它里面其实顺序是固定的 就是相当于我不能把伊利诺伊和United States翻过来 对吧 不能 是的 谢谢 然后你这种标法的话也说明了 其实一个句子中间可以包含着多个这种triplet 对吧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triplet的顺序其实是无所谓的 但是只要一个内部是按你说的顺序就可以 对吧 是这样 是这样 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 那我想问一下 它这保留顺序有什么用吗 你说头尸体关系尾尸体这个顺序吗 对 为什么听起来感觉特别的 死板 嗯 一定有关系啊 就比如说我打了你 和然后这个标注的时候必须按照这个里面的话 就头尸体就是我 然后打你 然后如果反过来变成你打我的话 句子就不一样了呀 对吧 是不一样 但是比如像一些起始句呢 起始句 呃这个是这个是关于知识的 就是knowledge 它不是说分析分析你的句法 谁是主语 谁是subject 谁是object 谁是predicate 他不是这样 不是说我们每句话都有头尸体尾尸体的关系 嗯 它它得是支持 对 而且插一句如果真的是像你说的起始句 不喊这个triplet的话 我觉得它应该不会被标注出来 嗯 嗯 ok 谢谢 这其实可以延伸一下 就是刚才我们讲那kbqa嘛 kbqa的话 它标注的话是只有头尸体和关系 然后 你从它的问题里面抽出头尸体和关系 然后去你的知识库里面找谁是偽尸体 嗯 你找到了偽尸体 这个完成kbqa了 然后它的问题里面就只有前两个 对 它是一个问句 哎我插一句 是不是曾琪现在在做这个 嗯 嗯 他还没给我看他的论文 okok 没事这不重要不重要 我记得 我听说在做事件手续 对 对的对的 嗯 没事这不重要不重要不好意思答案 嗯 然后第一种做法table feeling 嗯 就是我们一句话可能有一大堆尸体 会有一大堆散言组 然后我怎么才能 就是 exhaustive的 把这个所有塞线组都找着呢 那么我就比较每两个token 每两个单词在一句话中 然后就比如这个W12345 就是伊利诺伊位于美国 然后伊利诺伊位于美国 然后两两比较 嗯 可以吧 然后对角线就是自己跟自己 自己跟自己就做实体实体识别 嗯 伊利诺伊是一个地点 然后这个 美国也是个地点 然后其他都是O 然后其他的地方就是那种有向的关系了 嗯 嗯 然后所以我们只需要搞这个下半部分 上半部分 其实是 对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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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DState它包含两个单词 就是你在做这个 这算是一种指针 你指的时候 你只能指掉这个实体的一个token 然后你其实可以设计一些规则 比如说还是说你先做一个分词 谁跟谁是一对 谁跟谁是三个词组成一个实体 嗯 然后你在设计一些规则去找 就是这个也是可以的 是一种思路 然后 后边这种 后边这种 就是他引入了一个 就是我们刚才聊条件随机场吧 条件随机场它有一种 它有一种 可以避免弱智错误的这么一种神奇的能力 然后他就想把这个条件随机场引进来 然后 给他加上type constraints 我仍然是填这个表 然后填法还是跟刚才那个一样 但是我这次填的时候 我每一个cell 我去预测三个东西 分别是实体的类型 和这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 那么 就是如果这个中东和这个 这个什么 什么的associated press 这两个东西 他们俩分别预测成地点和机构的话 那他们俩就不太可能会有出生鱼的关系 是帮助他去那个啥 帮助他去更好的预测 然后细节其实不太重要 这个CNN怎么用的 然后feature怎么拼接的 其实不太重要 我就省略了 他说 刚刚那个table能再回去一下吗 就我没有特别明白 就是这个地方 相当于是 假设我们说就是从w1这一列 然后那这样子的话 这里的意思是指w1w1格的时候 它和自身比较 他知道自己是一个entity 然后w1传到w2指针指向w2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认为这是什么呀 这时候我们要算w1和w2之间的关系 头实体是w1 尾实体是w2 然后求他俩是什么关系 然后但是他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已经相当于数据是全部都有标注的 所以说他知道他们俩之间其实没关系 因为他是一个other 或者说他基于什么输入 然后他就判断是没有的 然后他就开始继续往下走势 这时候比较的是w1和w3对吧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还要拿 你手里拿着他们拿着这一步的结果 拿着前两步的结果 其实都有了 然后去测这个 所以就这个表就蛇行填出来了 这样子呢 它是一个顺序怎么把它输入进去的这个感觉 是这样 一个很复杂的decoding过程 复杂的地步 嗯是 所以他的时间复杂度是这个lens square 是因为他相当于是二分之一的这个表的 是的 然后你刚刚说到有一个multi token这个地方 能再说一下 刚刚我们的听明白感觉 这个w4和w是united state 对对 你想知道united state和Illinois是什么关系 是的 那也就是说你要看w5 也就是这个点吧 嗯 判断它的 但是这个是state w5是state w4是united 嗯 就有点干大 是不是 嗯 哦 所以你刚刚说 可以在做这个之前 先做一个词的分 你刚说词的分类是吧 就相当于 嗯 对把它分开叫span span 嗯 不知道中文是啥 哈哈哈 行 我就写叫span 然后经过span了以后 它就会产生的结果是 它会把united states看成一个词吗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然后你这个指针指向 你判断出来他们俩的关系 你就知道 这个是w4w5和w1的关系 嗯 嗯 这样 好的好的 谢谢 OK 那这个细节我就跳过了 然后他manidea就是那样 然后他也是要一个一个的去填这个表 然后说一个比较比较比较特别简单的一个模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打证一下 想回到之前那个表 呃 刚才有一个细节 就那个table的话 最后刚才聊完第一列w1 直到w5之后 呃 这个箭头 在往第二列走的时候 它应该表示的是w5到w2对吗 它有意义吗 它有意义吗 这个箭头 呃 这些箭头 这些箭头是你去解码的顺序 哦 i see i see 只是一个sequence 是吧 只是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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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i see 那我明白了 OK OK 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 什么意思 就管老师本来想问的是w5和w2有没有dependency的意思吗 还是什么 嗯 不是w5和w2的话体现在25那个位置 就是呃 就第二列最下面那个格子的那个点 就是燃燃值的这一列 对这一个点 体现在是2和5之间的关系 而这个关系咱们是不区分方向的 是通过这个点 就这个图里面的话 这些箭头都只是实验的顺序而已 不反应任何关系 是的 实验的顺序 好 谢谢 嗯 然后这个这个Modihide selection 是2018年的 然后这篇论文特别酷炫 就是它非常简单 它特别特别简单 但是它很有用 它打比赛就刷榜 然后分特别高 前面全是啥 然后它是怎么个做法呢 就之前不是实情负担度特别大吗 然后它一样也是填表 但是它是用的空情负担度特别大 然后它就像我之前刚才说的 它用一个crf这个层 先去做一个 先去把这个span分开 然后视频也把实体识别了 实体是什么类型的识别了 然后上面搞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大方表 这个表有这么大 就是lens乘lens乘relation 这举个意思就是lens是100 这个是50的话 那就是100升100升50 每句话都画这么大的表 然后这个表是什么样的呢 是左边那样的 这个smith他住在这个地方 然后 这个是湖 这个就是relation的这个湖 然后这个是smith lens 5 5 5是谁呢 5是这个rlin 然后worksfor 11 11是个argument 它把这么一个表画出来了 然后这个5和11 这个其实这个是这个表的index 这个是一个三维的表 是一个lens乘lens乘relation的这么一个三维的表 然后是0和1c和1的这么分类 这么大一个表里面 只有两个1 这个1的x坐标是1 多号5 然后livein 第二个1的坐标是1多号11 然后worksfor worksfor的那个那个啥 那个relation的那个id 就是这么一个模型 它这里的lens指的是我这个input document里面所有的单词的个数 是的 是的 然后relation是 我知道我这个document一共有多少relation吗 是预定义的 是的 ok 那你刚刚说他这个最后结果是类类的是分类是0和1 那他分类分成哪两类 你刚刚说他这么多的话是只有两个1 那就是说他在识别的是这个是不是一个relationship吗 这是他的test 他直接识别三元组 就是他把这个三元组 三元组不是有三部分吗 投尺力委实体和关系 三元组三部分在这个表里面以坐标的形式来表示 是 所以说这里的三元组就是15 嗯 是吗 15 比如说lien是10 这个关系的在词表里面是10 那就是1510 嗯 就是1510这个位置是1 其他位置全是0 嗯 好 然后也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 行吧 嗯 行 然后 我再试证一下 刚刚你说这个它的 它是相当于是牺牲了空间来提高时间 是吧 就是它的时间达度被降下来了 是的 那它降完了以后大概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吗 就是它是O length吗 还是什么 嗯 这Complexity在这了 对 这是Space的吗 对 Space的Complexity 就是它Time Complexity会就是 就是 你有GPU的话 Time Complexity就特别少 你就 呃 这玩意儿 我也不好说怎么算 嗯 那看来它是 嗯 就是它只需要自己跟自己乘一下 嗯 时间上特别快 嗯 这个算法特别快 嗯 嗯 所以它这个 刚才讲这个大表示放在右边这个图里面哪里啊 是哪一部分用的 Head Relation 哦 就最上面最后的一步是吗 对 是的 好的 好的 嗯 嗯 然后第二关模型 第二关模型 第二关模型是Tagging 就是我们觉得 呃等会儿啊 就是这个TableFeeling它 就是你想 你现在抽句子还凑合它这个空间复杂度这么爆炸 你要是抽文档的话那就那就搞不定了 塞不到GPU里面去 是吧 嗯 嗯 嗯 文档几百个词什么的 Lens太长了 relation识别太多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事太肿了 那怎么办呢 呃 我用Tagging我只只标一圈行不行 然后说一下就怎么回事 就是Tagging还是就是我们刚才跟那个NER就是命名实体识别 用的是一挂模型 叫Six Leveling 序列标注 然后给每一个单词一个标签 然后这个United State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Country President这个关系 一是头实体 二是尾实体 嗯 然后Begin and End还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我只需要标一圈 然后我就可以用规则 把这个三远组直接提取出来了 是吧 嗯 这是这么一种做法 嗯 然后这么做法有一个缺陷 它不能处理重叠三远组 这就是重叠三远组 就比如说这个 这个Quentin这个东西 和他们俩脑袋上 有两个关系 那么我不能给一个Token 脑袋上标两个标 是吧 嗯 我就不能用原来那Six Leveling 为什么不能 如果我的头实体和尾实体同时存在这样一个规则 我在想啊 就是根据你的定义的话 其实它取决于那个Rule的定义 对吧 就如果我确定Country和President 呃President 只有一种关系 就是Country President的话 那它只能反映出一种关系 嗯 嗯 我可不可以通过定义这个Rule的时候 就直接定义Country和President有多种关系 嗯 那那那它还是一种关系啊 哦 只不过你通过后期处理 你可以把它处理成多种关系 嗯 嗯 然后还有这样这种的Overlapping 他们是Overlapping一半 嗯 就Washington它既在左边的三线组里面 又在右边的三线组里面 嗯 刚才那个表其实 就比如说你 你最后这个例子什么 这个Brown跟这个United States 嗯 你这是头实体 尾实体 你有一个index 比如说前面是1 后面是10 然后中间关系是5 那你就1-5-10 那那个Android掉成1 如果它有新的关系 比如说变成了1-2-10 那你就另外一个Android 把它的那个值变成1 不就完了吗 这会为什么会有矛盾呢 不 你说的那个已经不是 不是这个模型了 你说的是这个模型 我刚才说的就是前面那张 就是selection那个表 哦 selection这个表 难道 你说的这两个不是一回事吗 不是我已经说tagging了 tagging是另外一个模型 另外一套模型 所以你那次这个里面是不允许存在 对对对对 刚才那个table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哦我就说 okok 那然而我 tagging有这个问题 然而我想确认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不是这里面 其实弱化了这个relationship 就是说他认为 两个或者两类这个entity之间 只可能存在一个relationship 是的 也就是说在这块的话 比如说我识别出来前面是一个country 不管他是 比如说是united states 后面我识别出来他是一个president 比如说他是一个tramp 然后我就直接定 不管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管这个relationship 就叫做country president 对吧 在这个标里了 那这个确实没办法识别 因为他就是通过找entity的方式去建立这个relationship 如果他有多种关系的话 对对对对 再进一步深入去识别它里面具体代表什么 对吧 对这是这个模型的一个缺陷 他用six leveling就只能这样 嗯嗯 就相当于不管关系词了呗 通过两个实体就确定关系了 是的是的 反正你关系是虚的嘛 对或者通过经验的话 我建立一个关系就是说 国家和总统之间一定有关系 无论是什么关系 你先把这个关系建立起来 建立起来这样子 嗯 毁灭关系 不是 但是川普跟中国没关系啊 后来这个中国的话 那如果说我在这个句子里面 嗯 出现的是比如说的united statespresident 习近平 他 不会识别出来吗 这就是你要做联合收取的意义 I see I see 这个东西就很没变化 通过tagging来说的话 可能不太能识别 对吧 嗯 呃 我说这神经网络它能不能识别 这是谁说的谁说的清了 嗯 嗯 嗯 I see 冰光了 啊 行 然后 就是为了改进这个 relational word mapping 然后有这么三套方案 这是19年的三套方案 然后总的来说就是我标记圈不行 那我就多标几圈吗 嗯 左边这个东西是用了一个attention attention不是有query key value吗 它的query是每一个位置 每一个对每一个的united state iver query一遍 然后一圈给它tagging一遍 就是 嗯 比如说二吧 二是united state 我以它作为头实体 然后跟谁有关系 就是这样 但是 然后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用强化学习 叫hieratical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这个我们之后的课可能会有 然后 就是之后课会讲自然原处理中怎么用强化学习 他用一个policy gradient 然后它是 它是 它要找一个trigger word 我到这个doh号这块 我认为 我前面这个东西 就可以推断出一个三云组了 这个doh号有一个 叫parent children这么一个关系 然后我遇到doh号 然后做出判断之后 我去调用一个 呃 子任务 去做 去标实体 标这个关系的两个实体 哎标出来了 标一圈 标到结束 标完了以后 哎我再回来 然后我接着找关系 哎place of death 那我 开下一轮 这个是投实体 尾实体 然后再回来 啊完了 行吧 嗯 那这样子的话 它相当于这两个解决方法 左边是它加了一层attention 呃 其实 它模型其实是只加了一个tention 但是它标注是标注好几轮 就是每做就是它相当于对一句话 它把每一个词作为投实体尝试一遍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样去标注 然后最后看哪一个的结果最合理 对我这我这个是一句话标一遍 我这个我这个是一句话标一百遍 嗯 嗯标一百遍这一百遍有什么区别呢 这一百遍你的投实体就是你你希望去查找的投实体是不一样的 这投实体你查找用的用的unit 用state用president用不同的token 作为投实体去查找它 可是你比如说刚才那个例子啊比如就说countrypresident 然后我的投实体比如说是country 那你你不管你标多少遍 你只有一遍把country做有的投实体 那你感觉跟前面嗯 没有什么就是区别啊 就是你通过这个投实体找到尾尸体 然后不管关键词就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这这个为什么可以解决之前的问题呢 就是它只是解决overlapping的那些问题 它只解决这一个问题 嗯 那那所以新的这个model里面 我如果投实体和尾实体确定之后 我的关系还是只能有一个吗 你在每一圈是只能有一个 嗯 我觉得蓝姐问了一个好问题 它不能完全解决上一页的overlapping的所有问题 比如说一个句子中有多个entity的话 这个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两个entity之间有多个relationship的话 它可能解决不了 哎还真是哎 嗯 嗯 啊是吗 这句话再说一遍 两个entity之间有 就两个相同的entity 就头和尾都完全一样 只是relationship不一样 它可以 比如说川普跟president 跟united state 他们俩有俩关系 一个是总统关系 一个是川普是美国人 嗯 那这就没法标了 嗯 还是偶尔来评问题 哎这个是我当时 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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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是我审的 哈哈哈哈 难受 他可能没有claim 他可能没有claim 说他自己 我我我我那会是刚学这个 我那会还不太懂 我当时没看出来 我就给他放了 不过还ok了 就是他其实实验做的也不咋的 他实验他那个不是很讲究 哈哈 现在现在现在觉得是这些人是应该剧的 然后哎那会那会那会我太 太单纯了 哈哈哈 高抬贵手 哈哈哈 挺好 发本上都不容易 行呗 好 嗯 然后这个这个呢 这个就是用了一个 呃 他你看他用bert了 他首先 先判断这个他的头尸体 这个这个图跟那个不太一样 这是头尸体 然后把所有头尸体都标出来 用一个tagging的办法 然后就是就是左边这个简化本 然后你给定头尸体 把这个结果把这个结果拿出来 然后去直接去填这个表 这个表是呃 尾时器乘关系 这么一个表 就是三套方案 然后我就觉得这三套方案很像推波菲林啊 嗯 有这种感觉 然后是最后一关 最后一关是sequence to sequence 哎 然后这天就是 这天其实仔细看乐的话 这天草点特别多 特别可怕 这天就是我们前几课学的那个sequence to sequence 我们直接把左边的原始的句子翻译成右边的一串 一串三元组 我把那一串三元组 三元组其实是无序的 但是我强行让它有序 我把它拉成一串 就这个 然后直接第一个时间片 capital Sudan 然后这个 然后content Sudan 这个不会念 然后就直接把它拉成一块 直接decode出来 然后中间用了这个copy mechanism copy mechanism 之前我们也讲过 嗯 然后 预测关系的时候 就generative mode 这就是 就是这个是预测关系 然后偷尸体也为尸体 预测关系 偷尸体也为尸体 这么一串串来 然後 它的motivation是什么呢 它的motivation还是这个大坑 还是那个relation overlapping这个坑 所以这个就非常诡异啊 这篇文章是ASL outstanding paper 然后它生造出来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table phading没有的问题 然后2019年一堆人去解决这个生造出来的问题 非常离奇 不是这个问题挺好啊 因为前面那个table 它需要的space太大了 就是你稍微大点文档 就没法用那个model 这是个历史问题 table phading以前不怎么样 以前是这样的嘛 对吧 嗯 它性能也特别差 然后这个 这个好 这个好一点的模型 这个是2018年才有 然后这篇是2017年的 哦 这是个历史问题 我觉得也变成看了 我觉得像2017年这个方法思路是好的 它只是说把这个问题简化成了 我先去抓它这个关系 但是它在这里面并没有明确那种关系是什么 你在后面去明确具体这种关系是什么的时候 其实还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是这样 最后那个sequence to sequence我其实没太听懂 你可以再稍微就是讲细一点 就比如说从刚开始 你一开始就有就直接有这个算源组了 不是这个你还你输入还是一整句话 然后你去decode decode的话你第一个时间片的输入是啥呢 是这个hidden state和sos 句子开始 对吧 你的decoder俩输入 然后第一个时间片 然后你预测关系 关系预测出来了 0.9是content 可以吧 然后下一个时间片 下一个时间片拿这个decoder hidden 这个新的decoder hidden 和content 给它embeding进来 然后继续去decode 然后出来一个hidden 然后这个hidden去跟实体 去跟encoder的hidden 挨个去算分 看谁分最高 这就是copy mechanism 然后0.8是分最高 那就是把苏丹拽出来 然后再把苏丹再embeding进来 然后加上新的hidden 然后再进下一个时间片 ok我突然想起来你讲过 ok 是呀 然后他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他还是只能 这个就是还是他那个 他这个指针这种指法 他只能指 这个实体的一部分 是吧 然后你这种 sequence to sequence 最大的缺点 是他有一个exposure bias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们从实验子角度上来说 你一个句子包含五个sign组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越往后越容易错 就是你就是你把这个测试级增格一下 包含一个sign组的 包含两个sign组的 然后只包含五个sign组的 然后你会发现只包含五个sign组 它的IP分数特别低 嗯 就是因为它错误会累架 对吧 会吃吃下去 是的 然后因为它有一个sequence model 它有一个假设 它假设 因为你decoder你有两个输入嘛 你有一个输入是上个时间片的输出 嗯 你在训练的时候 你知道上个时间片的输出的正确值是什么 但是你在测试的时候 你不知道 你只能依赖你的模型的预测结果 但是你上一个时间片是可能出错的 一旦你错了 那个错误就会累积下来 你如果你上一个时间片没预测对 你把这个输入 你把这个输出拿过来了 那你这个下一个时间片肯定对不了 嗯 然后explorer bias这个问题 它的问题的根源 就是训练与测试之间是不一致的 当然它是一个 它是sequence to sequence的问题 它不是 就是 它是因为联合筹取 用了sequence to sequence 它才有这个问题 那这也就是说 sequence to sequence 它作为一个热门模型 它应该会有很多解决方案去解决这个事 是吧 嗯 然后其实确实是很多人去用 去解决sequence to sequence 的explorer bias这个问题 然后包括今年的ACL最佳论文 去年的2019年的ACL最佳论文 也是用来去解决experter bias 但是那个是去搞机器翻译的 然后 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有两个思路 嗯 一个一个思路就是 我去我给训练的时候加点噪音 我让它尽量跟测试像一点 就是它遇到就是它有的时间片 会给错误的输入 然后这个时候我希望它输出是呃 输出能能改过来 就是这是这么一套思路 嗯 叫采样 叫对 叫采样 然后呃 还有另外一套思路 另外一套思路就是搞那个顺序 另外一套思路是不是做机器翻译的 另外一套思路就是做分类的 做多分类 我 然后 嗯 做分类 然后搞采取那个东西特别玄学 然后大家都用强化学习什么的 其实没什么效果 那所以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哦 还是open problem 是的 然后是一个可以拿best paper的open problem 哎呦 所以你在功课这个是吗 我我我其实觉得我已经解决了 我我解决我只在管理收取里面解决 这个不能迁移到别的test坑里面 所以我拿不了best paper了 能解决已经很不容易 你怎么做的呀 我给你看过 ok 哦就是那个文章啊 那个没做完 我刚写了四月吧 就是有个sequence to unordered multi-tray 无需多杀数 记得吗 ok ok 诶 你刚提到的这个solution 然后这里的这个multi-head decoding 这个solution 就是 multi-head 这个就是我的solution的第一版 我现在solution是第五版 我们可以开场脑洞啊 就是有explorer bias这个东西 那你不想要explorer bias那怎么办 不想要 不想要 那就每一步他犯错的时候都纠正一下吗 不是 我们当时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 我学那个table feeling 我在 我把每一个incular hidden 从这儿去decode 以这个这个是什么 这是news吗 news 这个以news作为投尸体 然后decode 关系维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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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以off作为投尸体 然后decode 关系维尸体 关系维尸体 这样的话 它incular bias就小了 是不是 然后就是我的decode lens就变得变短了 但是只不过我要decode好几次 我要decode100次 你decode length 为什么会变短 就是 还是这句话 但是相当于你的 因为你每次的start的位置 慢慢接近尾声 所以变短 是这个意思吗 我是说 我是说你每 你以每个投尸体去decode 你的decode lens 就是 这个是 你decode 是 关系维尸体 关系维尸体 然后它是只跟这个投尸体绑定的 news是投尸体的时候才会有这些东西 比如说你整句话 比如说原来有10个赛人组 以news为投尸体的只有5个 或者只有3个 比如说也就是变短了 但是因此你要decode的很多次 对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 然后 这个跑分特别差 这个跑分当时F1只有20分 然后COPIE那个 就这个这篇这个 这篇这个跑分得有个40分 然后40分就已经特别烂了 然后20分还不如热闻了 然后我们就想怎么解决 然后搞来搞去搞来搞去 最后就给它搞成一棵树了 你最近在写的这个文章是吧 所以我正在写这篇 5月分头 可以给你看一下 好 哎呀 就是我还是decode的 我第一个时间片 SOS 巨子的开始 然后 我做一个多分类 然后找出它的头尸体 Harvard Law Review 和奥巴马 然后我以这个此时此刻的hidden 和分别 以它们两个作为输入去decode 这样就比较就看起来就很有地位的味道 然后做这么一个竖形的一个解码 然后这样的话我把decode length 限制在3上 所有的decode length都是3 然后我解码也不会解100次 只会解个有多少三原组就解多少次 这个是解3次 嗯 然后我这么搞完以后 跑分就从40升到快70了 我感觉还是借鉴了tablefilling的idea 是不是有点像 对 也不太是 也不太是 感觉会像是 直接还是说平行去抓那个triplet 然后去单独以triplet为单位去分析 这样的话它不会相互影响triplet 是的 每一个triplet在推断的时候要独立 不能互相影响 这就是基本的思路 哦 没看见 然后快说完了 快说完了 然后这个是去年9月份的跑分 这个是我吃VII那片 我吃VII那片在CoffeeAE这个 CoffeeAE上加了一层认定网络 然后提了30分 哇 然后就特别精髓 嗯 然后我现在这边是在这上面把这一条 一条sequence这个石扭成了树 然后又提了30分 就特别酷炫 然后这个结果是没有灯了 这是去年9月份的结果 然后这个Burt 这是multi-hat selection 这是打比赛的时候的那个模型 它这个分特别高 也就是说我讲的三挂方法里面 这个multi-hat selection 它是性能是最好的 它的跑分是最好看的 嗯 这俩其实都是 然后这是一个小总结 小总结就是我们分析它们的优缺点 突破费令的优点是它的跑分高 然后但是它酸起来特别费劲 然后它还有一个类别物行方问题 它只有两个一 它只有两个一 然后有几百万个零 然后tagging这个东西就是你要么简单点 简单点你跑一次的话 你解决不了重结问题 你要跑好几次的话 它就跟Table Payton没什么区别了 没有pro是吧 没有pro 被发现了 然后sequence to sequence 它有explorer bias这个problem 然后但是它还挺简单的 然后就这样 然后可以说一下未来 嗯 这个联合抽取的 联合抽取这个东西 它其实 它14年记恒开始 刚开始就 发了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 然后很多人开始搞联合抽取 但是其实最近开始 然后联合抽取的论文才开始变多 联合抽取现在只聚焦在 全年都学习上 它未来我感觉那些low how infos还挺多的 然后也有些问题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工业界要用 工业界的知识谱 现在都不是很好用 其中第一个是这个叫incremental learning 就是我已经学完了一个模型 但是我突然想再加持个关系 怎么办 这个就是一个常见的一个产品经理 会提出的需求 然后程序员就会被逼到写论文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基本上所有的模型 是那个model都有这样的问题 就我已经train train好了一部分模型 现在有新的data进来了 我怎么样可以不重新train 然后 对 对 模型章领都有这个问题 但是怎么说呢 但是这个问题 你要是在联合抽取里面解决的话 你可以换成墙 是吧 好多公司要用这个技术的 对 可以学几个 现在大公司用这个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吗 就是他抽取这些词 我slice the year说的 记得吗 你可以再说一下 我忘了 丁湘圆 摩哈少女小圆 丁湘圆 Maggie 对 摩哈少女小圆和丁湘圆 然后谷歌 这是谷歌的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种 就是我前任导师 前任导师他之前跟那些法律公司搞来搞去 他给法律公司建制图处 然后法律公司有时候要搞一个什么微信小程序 然后有些客户要拿微信小程序去问那些机器人 说我刚犯了点法 然后我怎么样才能 怎么样才能别罚那么重 然后 那那个机器人就会说那你说来听听 然后你犯了什么事 然后具体的有什么细节 然后他会去知识库里面去找一个相应的答案 或者咱们咱们这边有一些这个电子病例的系统 然后现在在医药都在做这些东西 就比如说病患者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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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等会等会啊 我我我我把耳机线搞到了等会啊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你接着说 我在说这个电子病例系统 就是说好多的话 你直接把自己症状简单描述一下 它能够自动关联到这个实体 就是说可能的病上面 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法 或者可能的饮食习惯等等 这些东西现在非常好 非常好落地 然后我这我这还有一个 这个possible application Academic KG 就是人工智能它现在鼎会发的特别爆炸 他对triplei那直接破万了已经 然后我懒得看论文怎么办 我想能不能把那个related work给他搞出来 就每篇论文不是有related work吗 他related work里面会讲 然后谁做了什么 谁发现了什么 然后however 谁又发现什么新问题 又解决了什么 那么我能不能从related work里面 搞出一个academic KG 然后我就不用看论文了 我直接爬那个支出谱就可以了 不用把所有论文都看了 看所有论文有点越来越看不过来了 这个感觉之前好像已经做的挺成熟的了 还是说联合抽取是一个新的方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好像也不都没有那么完善 我是说联合抽取是它的基础设施 然后这KG其实是它的downstream 直接的downstream task 对 对 实际上后面的话就是对entity的理解了 这个我不知道防律师在不在 反正之前有一次跟我聊到过他感兴趣的一个topic 就是说以paper为entity或者以paper中的algorithm为entity 然后自动去抓这个algorithm 之间的引用的关系或者迭代的关系或者评价的这种关系 然后它实际上也可以类似于今天采取的这种三元组的提取 或者联合抽取的这样一种 这是咱学院的吗 听着像咱学院的 我在 那对对对 他 他 他其实 我之前看的那个不是在抓三元组的关系 他是在建taxonomy 哦 哦 在建什么 哦 在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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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承承接关系 或者一个架构关系 就是那些那些算法 对 就在建比如说 呃 刚刚仍然想的那个什么17年那篇paper的 呃 主要概念是什么 然后18年paper在他基础上又改进了什么 他们算是一个顺承关系的 然后 来建一个hierarchical的concept 的一个类似于树或者是 DAC的结构吧 嗯 嗯 哇 那是用的什么model啊 我不太记得model是什么 但是他好像是19年的ktd吧 发的影片 哦 OK 嗯 方便的话可以share一下 我对这块不太熟 哦 可以 好的 我一会发到贴到那个dark里面 行 嗯 然后对 然后还有这个 还有还有这两个还没说 嗯 这个常委问题 常委问题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爬网院的时候 我发现有这个covid-19 然后有一个黑死病 然后现在大家都在谈论covid-19 然后我想抽他的话就比较容易 但是我想抽黑死病的话 他就没什么 他就没有没有语料 就只能可能只有一两句 然后那我的模型就会bias到covid-19 嗯 然后其实这也是一个经典的机器学习问题 但是这个玩意在这个关系抽取里面就特别严重 关系 因为因为就是他跟你报道有关系 就是 这就是 大家都在报道covid-19 这是这个task本身的一个性质吧 还有这个问题 不好解决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是不是一个知识服务补权 知识服务补权 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东西特别暴利 呃 他的输入是投射体和关系 他的输出就是预测需要预测为实体 然后就没有context 不管context 呃 为什么我说这俩可能是一回事呢 就是因为我们去分析 联合抽取的预料 然后我们发现训练集和测试集 虽然他们句子不一样 但是他们赛源组很多是重叠的 Kono03他有20%的赛源组是重叠的 NIT有70%的赛源组是重叠的 也就是说我现在没法判断我的模型 是真的会抽这个关系了 还是只是把赛源组背下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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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NIT这个其实是一个弱性读数学集 它是拿制图符回标的 所以它有70%重叠也是合乎行李的 然后就说完了 好 我说这么做文章啊 啊 是啊 OK 不是 有个长吧 谢谢 对对对 我回来把slides share进去 怎么share 嗯 可以 你可以传到这个drive 然后给一个shareable link 放到google doc里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放到github里也是可以的 就看你prefer 我想问个问题 你说 就是你们做这块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情境都是做 就你刚刚讲的应该 如果没理解错的话 都是基本上都是有一个predefined的ontology 然后 对对对对对 是吧 但是就是呃 因为我最近正好在做有个非常类似的问题 我可以呃 简单说一下就是 你知道就是做就是dialog stake tracking 有这么一个任务 然后就说给你 比如说data是一组对话 然后你去抽这个用户到底想要干嘛 他也是一个抽三原子 就是我感觉其实有点相似 但是呃 让我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 你不能直接用一个predefined ontology 这样子的话 呃 呃 遇到就是如果是domain不一样 就很容易出错 因为 新的domain里很多的呃 关系 你可能是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就是在呃 联合抽取里面会遇到这个情况 还是说大部分的情况 其实你所有的ontology 已经包含了你所有可能的那个关系 呃 这是一个这是联合抽取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 联合抽取它 基本上只有50个关系 多 这还是多的或者十几个关系 嗯 这个工业界其实是完全不够用的 是 工业界是希望我能直接抽几千几万个关系 对对 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所以目前来说联合抽取还没啥用 为什么只有这么点关系啊 那 问题是你数据怎么标啊 什么意思 你你不如给我一大段文档 我我我人工不能标吗 我我每一句都会有几个不同的关系 那我给上一个比如说几千句几万句的文档 怎么会只有那么点关系啊 你你这么搞完他的那个relation的分布会特别常委 嗯什么叫relation分布特别常委 哈哈哈 就是有的relation就四五条 嗯 然后有的就几百条 哦 这类别物平衡就比较严重 嗯 嗯 嗯 那我就把就是 就是非常 就是他他他他那个关系数量特别多的那组关系 给他踢出去 我不是很理解 你那个就是关系数只有几十个这个是没办法就是只能处理那么多 还是说 嗯 嗯 不是我的理解是只是暂时还没到那个阶段了 就是在现阶段的话 嗯 资料比较少 然后标注的数据也比较少 整个的copies也比较少 所以大家标注的可能常见就是这十几个最多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大家现在发文章 都用的是之前的这种公共的这些这个数据集 然后这里面的话只标注了这些 所以大家就相当于基于这些 已有的这个常见的类别去改进方法 现在还没有到扩大类别的时候 如果就是说现在如果基于同样的这些东西 我重新去标注 然后可以得到几十类几百类 这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但是他的话 一个就是说效果也不一定好 然后过程还需要重新去标注 所以大家暂时还没有到这一步 就是刚才说那个比赛 比赛那个它是五十类 但是它预料得有十多万条 就是你每一个relation对应的赛音组是非常多的 我可能把这个观想的太狭隘了 对 而且他这个的话 不过你说这个一定是一个趋势 就是越往后的话 其实想得到的一定是更加具体的这种东西 就是一定是等准确 就是也结合那个刚才一人说的那个 就是我已经想得到我准确的想问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你越准确的话 其实越具体 对应的那个annotation的那些label的 training data site又会越少 然后所以所以其实也相对来说是越难的 但是暂时现阶段还没到那个程度 就是我希望去标特别特别多的relation 的有一个东西叫fail reel 就我发过去了 发到群鸟里了 fail reel这个东西是做fail shot learning的relation extraction 他不是联合抽血 他是提前定义好投尺利尾实体 然后让你去抽关系 然后他有一个就是他给你几个shout 你就是你去训练和推断的时候 你手里都是有东西的 你可以看着就是你手里这个句子和比如说五个关系 五个关系 然后每个关系带五个句子 你看他跟谁更像 就是有一种这么比较的这种思路 没错 就是也有人在研究这个 但是我感觉他其实 咱就得不太那个啥 我的感觉也是 我觉得有点像那天我跟人讨论那个问题 说现在的话 在我看来主要问题还在于一个数据的问题 然后你要想解决的话 可能就需要天然的加入更多的数据 然后这个方法的话 其实最好还是不要通过人工的方法去做这些东西 所以就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这种 adaptation learning 或者transfer learning 或者这种feel shot 或者zir shot这些东西 相对来帮忙解决这些问题 嗯 我没有太明白 为什么不通过人工会比较好 贵啊 因为人工少 你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刚才咱们那个人的slides中间有一行 就是说 讲这个overlapping的时候 讲两个东西 它可能有复杂的关系 比如说他当然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一个导演叫坤婷 然后有个电影叫这个被解救的江哥 然后他既知道了这个又参演了这个 但是我刚好想研究的关系就是说 呃 一个导演同时参演并指导了 这样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本身很具体很很细微的对吧 是一个fangrain 然后这种的话对应的例子就很少 然后你可能就再给你 再给你几十万个橘子 可能也得不到几个真正能够帮助这样的 去确定了这个dataset 所以就有的时候 我们希望他能够自动的识别出来 或者transfer过来 这样的话 一人说那个好像有个好像什么intent identification 说dialog 是有这个说法 这这个也有招应他论文 我就看过一篇我不太记得清了 脑头 但是我感觉都是可以借鉴的 我先稍微有点没太清楚 一人他们那个project最后的目的 他们是想找到那个dialog中间 核心的问的那个intent吗 还是说想去找到一个 像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最后展开的 就是找到这个尾结点的一个天空的问题 它是就是他有很多种解法 然后怎么说 他最终的目的其实比较的模糊 他就是想让你标一个三元组 然后就对于一个challenge来说 他就是想要标一个三元组 然后三元组的开头是 我想怎么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订餐或者说是买机票 你首先有一个intent 你的目的是来点菜 然后你点菜的话 会有一些草 你要把这些草填出来 就是你要点什么菜 然后你要吃什么料 你要加辣的还是不加辣的 这些都是草 你要把这些东西整个都填出来 就是传统的解法 就是说 你根据你的training data里面 构建一个ontology 然后就表示你之后 Test里面 必然会出的 你所有的那个 直接出来的结果 都是在你构建这档tology 之前出来的东西 但这样子的话 就是你肯定会有一部分 它是没有出现在 出现data里面的关系 但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最后这一部分 肯定会出错 因为你原本拿tology 就没有这块东西 嗯 如果用就是 你认为这档tology 就是所有的关系的话 就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最近有 我用的是做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用那个copy mechanism 然后就说我有个gate 然后说如果原文里面 出现了这个gate的值 直接把那个关系烤过去 我就当 我虽然我我让他没这个东西 但我直接把他烤过去 我就觉得这个关系就是这个关系 我烤关系 烤关系还是有点意思 是 第一次听说就这么做的 就是你刚刚那个pt里不是有评论 是最后一个就是用copy mechanism 我感觉 就是也是有类似的 我感觉也是差不多意思了 我感觉 嗯 你可以share一下你的PPT 对 我share一下 我一会share吧 还是现在share 你可以share在screen上面 然后 我想想怎么弄 就直接开一下 找不着了 哦 这儿的过小屏幕 哦 这儿的过小屏幕 对就是这一篇文章 然后 我感觉有点像 就比如说 嗯 就对就是这块relation prediction里面 然后他是有 然后 就是算这个tension嘛 然后如果 我的理解是 是不是他分数比较高的话 直接把它就跑过来 但 但这还不一样 对对对 这是一个ontology 这是你已经定义的 对对对对 但是 嗯对 但比如说你看 这个你生成的结果的 就是这又变成一列生结果 最下面有capital 对吧 这个capital是来自 原本的输入的 就是输入下面这一行的最后一个词 也就是说你 你实体和关系都可以通过copy来实现 是这样 嗯 对对对 但是就是他不一定 对关系不一定是这样 你可以直接copy过来 嗯 就是你copy过来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把它定下来 然后还有怎么消其意 嗯 是就是这个是用这个方法 简单的用这个方法是没法解决的 你没有办法跟他有一起合并 嗯 嗯 其实Maggie就是像你说的这样 Maggie那个是完全从 他那个是open domain的 嗯 Maggie没有没有预定预定义的antology 啊 所以就是所有的都是copy过来 对对对对 那他是怎么知道 也不是所有就是基本的 基本的是通过预定义 然后那些不基本的就copy 他那个你们回来可以看一下他的主意 Maggie那个东西挺神奇的 还挺复杂 嗯 他有没有说就是copy过来之后 然后再把它和某一个原来预定义的概念合并起来之类的 我觉得是有的 嗯 但是我没找到论文 他没看见他发什么论文 就是他国榜里面说了一些 他Maggie这个东西他还有在线学习 啊 这很酷炫 就没有发动有点可惜 毛头 你刚才说的copy指的是我直接拽过来不学习了吗 就那个词 呃就是直接算分算哪个词的分最高 苏丹的分最高我就把苏丹拽过来作为输出 就是我输出的是苏丹的位置 嗯 不是 这就copy和不copy的区别在哪啊 呃 不copy就是你直接从词表里面预测出一个苏丹来 嗯 然后copy的话就是我从园区里面找谁分最高 哦 哦 这 就是 就是应该你是你只知道他是远距哪个位置上的东西 但是你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东西 就直接把它拷过来 是这样 ok 就我看他那一篇论文的做法就是 在那个做dialog的那一篇论文 他就是有个gate 应该是一般来说也是一个普遍做法 就是有一个gate一样的东西 一层的gate 然后你激活之后他就靠罗了 这样子 是这样 那个gate就是0或者1嘛 也是CY的 嗯 对 0的话就是generative mode 然后1的话就copy mode 我感觉好像可以就是就是做问就是这边的问题就是怎么把你激活你比如说你激活这个copy之后然后你又知道它是relationship你怎么把relationship并到你原来的ontology里面去 对这个还挺难我一时半会没啥思路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重要的问题 我有种感觉我也不知道现在怎么解决但是我有种感觉这个问题不会被解决可以被绕过 他们可能不能直接采用这种预设的方法去解决我感觉 工业界现在还是喜欢玩open domain的工业界就是预定义的话确实比较难受 对 大家还是有的还是主要是二者结合吧 我有一个朋友在我我有一个朋友正在仿制仿制Maggie 然后他跟我说他们是两个都用了 就是有的预定义有的拷贝 就是纯拷贝的话是怎么实现就是在线学习这种功能 在线学习我不太懂在线学习我就看了一篇论文 在线学习最难的问题就是catastrophic forgetting 我碰到一个新的东西 我把新的东西学会了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能不能别把学过的东西忘了 可以 然后他们就我看过那篇是一篇期刊的论文 他是做了一个竖形的一个预测 然后他把新的类别 然后并到旧的类别里面 然后就是看他跟旧的类别谁更分的开 哦 大概是这么一个速度 我就看过那一篇 别的就没看过了 我猜一句啊 那个Maggie那个是开远的吗 他的代码能看到吗 我没看到 我觉得应该不是太远的 ok 啊 那就还有没有别的问题了吗 嗯没有了 嗯 行 好谢谢然然 谢谢 下一次是下周二是吧 对 下一次是下周二 对的 ok ok 好好 感谢然然 好好好 谢谢 感谢感谢 拜拜 拜拜 下周二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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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了 啊 啊 你现在还在做这些是吧 在座脸后抽取这块 什么情况 明天晚上走 对对对 想跟他聊两句的 他跑了 你跟他私聊吧 你跟他私聊 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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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走了 爽了爽了拜拜 拜拜 拜拜